成语故事连环化 第一集 成语 安部当车 出处 战国策 齐策寺 处院得归 晚时已当肉 安部已当居 试语 把安贤自在地步行当作坐车 反映了齐国高市延处不贪富贵的高尚情操 后来一般只用缓慢地步行代替乘车 延处是战国时代齐国的一位高市 他不慕荣华 不畏权势 长期隐居在林兹金山东兹伯东城外的乡村里 过着清净甜淡的生活 齐宣王听到了延处的名声 就派人去把他召进宫来 延处走上殿街 看到宣王正端坐殿上 等待他去拜见 就停住脚步不再向前 宣王感到奇怪 说 延处 你上前来 谁知延处一步不动 也对着他说 大王 你上前来 宣王听了很不高兴 左右侍臣看到延处这样目无君主 就则问他说 大王是君 你是臣 你不去拜见大王 反叫大王屈尊上前 有这样的道理吗 延处微微一笑 说 我上前誓表示屈延复誓 大王上前誓表示李贤下誓 衡量一下利弊得失 我认为应当请大王上前 宣王气得变了脸色 说 延处 我问你 是国君高贵 还是世高贵 延处答道 当然是世高贵 国君有什么高贵的 宣王说 你这话有什么根据 延处说 有 大王听说过鲁国的高氏柳夏季吗 朝廷不用他 他毫无怨言 生活贫困到了极点 他也不发愁 但他从来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 他的名声 连远在西方的秦国都知道了 后来 秦国出兵攻打齐国 途经鲁国时 秦王下令 敢在柳夏季木五十部以内打柴的 杀无赦 能砍下齐王头颅的 可封万户侯 这不证明国君的头还不如高氏的穆高贵吗 宣王听了 一时竟答不上话来 侍臣们马上接嘴说 大王富贵盖世 权倾天下 连四方诸侯都要来臣服听命 是算得了什么 不过是个平民百姓 出门连车都没有 怎么能跟大王相比 严处说 古代的诸侯号称万国 现在只剩下二十四个 那些自是高贵 五曼贤人的君主 最后都落得国王身灭 想做个平民百姓也不可得 只有李贤下士的谣 顺 雨 汤 才建立了赫赫的工业 至今被称为民主 宣王听罢 慌忙离坐向盐处攻身失礼 说 君子是不能轻易侮辱的 先生的话 使我深受教义 请您收我做个弟子吧 接着吩咐左右 今后盐先生与寡人同游 吃饭一定要有牛 羊 猪肉 出门一定要备车 言处慈谢说 我辟居在乡野 一向把适口的菜书当做肉食 把安闲的步行当做坐车 过不惯富贵荣华的宫廷生活 我的话已经讲完 请大王让我走吧 说罢拱手一一 告辞而去 成语 按兵不动 出处 吕氏春秋 市军缆 赵检子将席位 使使莫王堵之 其以一月 六月而后反 赵检子曰 何其久也 使莫曰 其左多贤也 赵检子按兵而不动 事一 暗示止住的意思 按兵不动 使军队暂步行动 以待时机 县也比喻接受任务后不肯行动 赵检子是春秋后期晋国的六卿之一 他为人刚毅神勇 很有才略 经常奉命出使列国 或者统帅军队讨伐为抗的诸侯 为维护晋国的盟主地位立下了功劳 因此深得晋军的信任 在大臣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 当时 地处晋国东南的魏国 由于曾经受到敌人的侵略 人口锐减 土地大量丧失 逐渐沦为一个弱小的国家 魏灵工在位的时候 魏国被迫同晋国结盟 长期以来听命纳贡 忍受着种种强加给他的压迫和剥削 灵工的才智并不出众 也没有什么贤能的名声 但他很有骨气 不甘心永远处在任人摆布的屈辱地位 公元前503年 灵工同齐景公在沙泽地结了互助的盟约 断绝了魏 晋两国的关系 魏国的叛境归齐 使晋国君臣上下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执政的赵检子立即调集军队 准备出兵袭击魏都地丘 企图用武力迫使灵工就范 重新投入晋国的怀抱 为了保证袭击成功 赵检子在出兵前 选派一位亲信的大夫使墨到魏国去探查情况 他说 我听得魏军在国内排斥贤裁 信用小人 搞得上下离心 国是日非 你要在一个月内把情况了解清楚 我等你回来报告后再出兵 使墨走后 赵检子命令将士加紧习武练兵 积极做好准备 可是一个月很快过去了 使墨却没有回来复命 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 使赵检子犹豫不决起来 这时 有个谋士对赵检子说 使墨过期不归 可能已被魏人擒杀 其实魏是个小国 根本经不起禁军的攻击 只要我们渡过黄河 魏军就会不战自将 请元帅赶快下令出兵吧 赵检子摇摇头说 魏灵公敢于断然同进绝交 一定是做了充分准备 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使墨为人一向思虑深远 他没有如期归来 可能是发现了什么 预料不到的情况 需要进一步打听 出兵的事 等他回来再说吧 时间一月月的过去 到了六个月以后的一天 使墨终于从魏国回来了 赵检子问他说 为什么你去了那么久才回来 魏国的情况到底怎样 能不能现在出兵攻打 使墨就向赵检子 报告了他所了解到的新情况 过去 魏灵公一直排斥 得高望重的贤臣瞿博裕 信用谄媚敬禅的小人弥紫霞 现在他接受了大臣史丘的中建 罢黜弥紫霞 任命瞿博裕为宰相 史丘为副相 这使他在国内很快赢得了民心 为了激起国人的敌忾同仇之心 灵公派大夫王孙甲公开宣告说 近人已经命令我国 凡有姐妹女儿的人家 都要抽调一个去当人质 消息传出以后 魏国到处一片哭声 家家户户群情激愤 都对晋国充满了仇恨 接着 灵公命王孙甲抽调一批宗室大夫的子女 准备送往晋国 到了出发那天 成千上万的百姓堵住了官道 不让他们启程 王孙甲说 不送人质 晋国派兵来讨伐怎么办 人们怒吼道 让他们来吧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回去 不久以前 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从鲁国来到魏国 受到了灵公的盛情款待 子贡还被任命为宰相 留在朝廷辅政 这件事已经在地丘城里传为美谈 对于招来贤财 安定民心 巩固魏国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史莫报告了以上的情况后说 魏国现在贤臣很多 民气可用 想用武力使他屈服 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元帅应当三思而行啊 赵简子听了 立刻下令三军按兵不动 后来他亲自向禁军面奏 取消了袭击魏国的计划 成宇 暗渡陈仓 出处 史记 高祖本纪 汉王之国 去折烧绝战道 已被诸侯盗兵袭之 义是项羽吴东义 八月 汉王用韩信之计 从顾到海 袭雍王张涵 韩迎击汉陈仓 雍兵败 海走 只战好时 又腹败 走费丘 汉王遂定雍帝 事宜 陈仓 古献明 在金陕西宝基东 古代为汉中 关中之间来往的 必经之地暗渡陈仓 原是古代军事史上 一个有名的战力 后用遗址作战时 从正面迷惑敌人 暗中前人敌策后 进行突然袭击的策略 旧时也介于 其他暗中进行的活动 公元前206年 各路反秦起义军进入秦都咸阳 腐朽残暴的秦王朝被推翻了 当时义军中最著名的领袖是刘邦和项羽 刘邦首先攻下咸阳 废除秦朝的暴政 采取一系列安定民心的措施 受到关中老百姓的拥护 项羽入关较迟 但秦军主力是被他消灭的 他自以为功劳最大 非常妒忌刘邦 项羽凭借实力 自立为西楚霸王 定都于彭城 他发号施令 把刘邦封在汉中和巴 属一带做汉王 又将咸阳周围的秦国故地 分封给三个将将张涵 司马新和董毅 以遏制刘邦的势力向北发展 汉中和巴 属地处西南边沿 关山重叠 交通阻塞 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 刘邦知道项羽要把自己困死在那里 心里非常气愤 就想率领部队去跟项羽拼个死活 谋臣萧和和张良 见刘邦在圣怒之下忘记了处境的危险 就竭力劝阻 萧和说 项羽的军队有四十万 而我们只有十万人 现在去拼 不是拿着鸡蛋跟石头碰吗 刘邦说 现在不拼 把将士们带到汉中 以后项羽怎么会让我北出 还不同样是死路一条 张良说 不 得天下者在于民心 三秦的老百姓是拥护大王的 只要大王任用贤裁 发奋图强 将来一定能够重回关中 刘邦听罢 陈吟了一下 觉得一时也别无他法 只好同意 四月间 他下令全军将士拔营 向汉中进发 当时 通往汉中的道路只有一条 而且沿途山高谷深 坡斗林密 不少地方用木板铸成战道 只能一人一马一次通过 张良劝刘邦带人马过后 就把战道烧毁 表示自己不想再回关中 以消除项羽的猜疑 刘邦走后 项羽立即派探马前去跟踪打听 几天以后 探马回报 刘邦已经稍绝战道 进入汉中 项羽听罢 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就放心地率领大军回彭城 去做他的西楚霸王了 刘邦到达汉中后 接受萧和的建议 任命善于用兵的韩信为大将 加紧筹集粮草 训练士卒 做好出兵关中的准备 离汉中最近的 是被项羽封在废丘做雍王的张涵 他经常派人监视刘邦的动静 一天 张涵得到消息 新晋被刘邦任命为大将的韩信 派了几百人在修理战道 可能要出兵北上 进犯关中 张涵一面派人再去打听 一面对部下说 韩信是个无名小卒 有什么能耐 要修复战道 至少得三年五载 到时候 我只要把北口一堵 哪怕千军万马也休想出来 说吧哈哈大笑 根本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谁知道了八月间 张涵突然得到探马急报 说韩信率领十多万汉兵 已经来到关中 张涵大吃一惊忙问 他们在哪里 战道什么时候修好的 探马说 汉兵没有走战道 他们是从西边的故道绕行北上 已经到达陈仓了 原来韩信明修战道 完全是为了迷惑张涵 他知道汉中西北有一条小路 可以经故道直达陈仓 就决定由此北上 于是十多万汉兵骤服夜行 川林渡谷 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突然在陈仓出现 张涵连忙调兵遣将 赶往陈仓堵截 但是 韩信已经占据了有力的地势 加上汉兵士气旺盛 才一交锋 就把张涵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韩信乘胜东进 关中人民纷纷响应 项羽安置在三秦的雍王张涵 赛王司马新和霍王董毅先后被迫投降 刘邦进入咸阳后 在萧和的协助下 着手把关中建成巩固的根据地 为以后战胜项羽 统一中国 奠定了基础 成语 按图所记 出处 唐张司朝野千载眷六 伯乐令其子指马精化样以求马 经年五有四者 初见大蛤马 未赴约 得一马 略语相同 而不能拒 伯乐约 何也 对约 其龙卢跌目几欲缩 但提不如磊屈尔 伯乐约 此马好跳直 不堪也 送周密鬼心杂事后集 向事书画 留所观书画 则出画目二大集市之 遂按图所俊 反百余品 皆六朝神品 示意 锁 寻求 记 好马 按图所记 按照图上画的样子 去寻求好马 比喻按教条办事 也比喻寻着线索 去寻求事物 也做按图所俊 相传春秋时代秦国 有个善于向马的人 姓孙明阳 浩伯乐 他在训养马匹的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任何千里马 他都可以通过观察 把他从马群中识别出来 秦目公知道后 就派人把他请了来 伯乐为目公 物色了不少名马 深受目公的器重 有一天 目公忽然问伯乐 先生 你年纪已经很大了 你的这一首绝活 是否后继有人呢 伯乐摇摇头 叹口气说 我虽然有个儿子 但笨得出奇 连一般人士都不懂 哪里会干的了这一行 目公的话 触动了伯乐的心事 他决定写一部《向马经》 把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 总结出来 传给世人 《向马经》写成后 伯乐的儿子第一个拿来阅读 他见里面写到千里马的特征时 有龙颅跌目 提如磊区这样的话 旁边还画着图形 就牢牢地记在心里 不久 伯乐的儿子出门去 看到门外泥地上 蹲着一只很大的癞蛤马 鹅脚两边凸起 双目凹下 鼓着腮帮 直瞪瞪地望着他 就马上跑回家去 对着伯乐大叫 我找到千里马了 我找到千里马了 伯乐连忙问他 千里马在哪 儿子领父亲走到门外 指着癞蛤马说 您看 这匹马的样子 不正是《向马经》上所写 的龙颅跌目吗 可惜就是他的四提 不向累驱罢了 伯乐听了 又好气又好笑 冲着儿子说 呜 你相得真不错 可惜这匹千里马 只能蹦蹦跳跳 要他载人飞跑可就不行呀 这个故事 就是所谓暗图所记 比喻指之暗教条办事 成语 拔至翼至 出处 史记 怀音侯列传 韩信选清其二千人 人迟疑赤智 从肩到壁山而望赵君 借曰 赵见我走 避空避主我 若即入赵壁 拔赵智 立汉赤智 是意 拔掉别人的旗智 换上自己的旗智 比喻取而代之 避 通壁 壁山 衣衫埋伏 壁 赢磊 韩信当了刘邦的大将后 就和刘邦分兵出击 他接连占领了魏国和戴国 又在张尔的协助下 东下警行 攻打赵国 赵王和主将 承安军陈瑜 在警行口聚集了20万军队 准备抵挡汉军 赵国的谋士李左车向陈瑜献祭 要求给他一支3万人的军队 利用警行一带显要的地势 出其不意地截取汉军的粮草资重 并断绝其后路 但陈瑜不用他的计策 韩信派人探听到了这个消息 十分高兴 就带领军队一直向前 在离警行口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 半夜里 韩信选清骑兵2000人 叫他们每人拿一面红色的棋子 埋伏在赵军营垒附近的山林里 吩咐他们 一看到赵军出动追击汉军时 就承虚突入赵营 拔掉赵国的旗帜 换上汉军的旗帜 韩信布置好以后 又故意派出一支1万人的军队 被靠水边摆开阵势 这被水列阵本是兵法上的大忌 因为自己断了退路 赵军见了都感到好笑 天刚亮 韩信指挥军队大张旗鼓的向警行口出发 赵军立即大开营门出来迎击 两军进行激烈的战斗 韩信 张尔命令军事丢掉旗鼓一仗 向水边的阵地撤退 赵军看到汉军败走 果然全部出营来争夺汉军丢下的旗鼓 追击汉军 埋伏在赵军营垒附近的那2000名汉军 看到赵军清朝而出 立即冲入赵营 把赵国的旗帜全部拔掉 换上了汉军的红旗 赵军一见 以为汉军已把赵王抓住了 十分惊慌 韩信 张尔退到水边的阵地后 汉军因再也没有退路 都拼死作战 赵军这时以无心恋战 逃的逃 死的死 全部给汉军打垮了 韩信所用的背水一战和拔至一致的计谋 也就长远的为人们所称颂 成语 白头如心 出处 实际鲁仲连邹阳列传 艳曰 有白头如心 青盖如故 事意 白头 老年 白头如心 意思是说朋友之间相互不了解 即使到了老年 也还像刚认识的一样 形容交情不深 青盖 朋友相遇 停车交谈 两车车盖相交而稍稍倾斜 这里做出见面 新朋友解 邹阳是西汉时奇人 一次他出游到梁地 因受人陷害 被梁孝王关进监狱 准备处死 邹阳在狱中怀着十分激愤的心情 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 这就是有名的于狱中上书字名 信中列举许多事例说明 他原来深信待人真诚就不会被人怀疑 现在看来这只是空话而已 他写道 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义气 貌似为太子丹去行刺秦始皇 气冠长红 可是燕太子丹还是一度怀疑荆车 小畏惧 误以为他不敢立即出发 从前变和得了一块宝玉 真心诚意地献给楚王 可是楚王硬说变和骗他 犯了欺君之罪 下令砍掉他的脚 还有李斯尽力辅助秦始皇改革政治 使秦国更加富强 但最后还是被秦二世胡亥处以及刑 所以燕宇说有白头如心 清盖如故 双方互不了解 即使交往了一辈子 也还是像刚认识时一样 真正相互了解 即使是出交 也会像老朋友一样 梁孝王读了邹阳的信后 大受感动 立即将他释放 并奉为上宾 成语 百步穿阳 出处 战国侧西周侧 除有养游击者 善射 去柳叶者摆布而射之 百发百中 汉书 没承传柳叶做羊叶 试义 能在百步以外用剑射穿选定的羊树叶子 形容剑术极其高明 养游击 又叫养书 是春秋时楚国人 他年轻时就永利过人 射得一手好剑 有一天 邻里的青年们都聚集在一块空场上练习射箭 周围拥着许多人观看 剑把射在50步以外的地方 一位射手拉开弓连射三剑 渐渐正中红心 博得了一片贺彩声 养游击看到人们赞扬那位射手 就站出来说 射中50步以外的靶子 没有什么稀奇 咱们来个百步穿羊吧 养游击叫人在100步以外的羊树上 选定一片叶子 涂上红色做记号 然后对射手们说 射吧 能够射穿那片羊叶 才是真正的好汉 刚才那位射手不甘示弱 举起弓瞄准羊叶射了一剑 剑落了空 连叶边也没有擦着 人们失望地喊了一声 那射手又连着射了两剑 一剑都没有中 他红着脸退到一旁 其他的青年没有人再敢站出来试射 养游击向人群环视了一下 从容不迫地走上一步 抽出剑 搭上弦 只听灯的一声 那只剑级似流星般的直飞而去 把羊叶射了各对穿 周围的人群顿时爆发出一片叫好声 刚才那位射手不服气地 咕弄了一句说 这一剑谁知道是不是碰巧射中的 养游击听了不动声色 叫人再去选定石片羊叶 只见他连连张弓发射 渐渐都命中目标 人们随着他手臂的一举一落 连声叫好 养游击射得兴起 叫射手们把所有的剑都集中在自己面前 他一剑一剑地朝着任意看中的羊叶射去 一口气射了一百剑 百发百中 没有一剑落空 把周围的人们都惊呆了 养游击收起弓箭 向射手们告别 人们都用静默的眼光目送他远去 从此以后 养游击百步穿羊的威名很快就传遍了楚国 成语 百尺干头 出处 宋世道远景德传登陆长沙景曾禅师 诗是一记曰 百尺干头不动人 虽然得人未为真 百尺干头需进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 示意 佛教用百尺干头比喻道横造诣达到极高境界 后来人们用百尺干头更进一步 比喻不应满足已有的成就 还要继续努力不断前进 我国宋朝时 湖南长沙有位高僧名景曾 号召贤大师 人们称他为长沙和尚 朝贤大师常常出门传道讲经 没有固定的住所 一天 他被邀上法堂讲解佛经 他讲得头头是道 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有一位僧人听得很起劲 屈前向他提了几个问题 两人一问一答 讲的都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及十方世界的事 朝贤大师为了说明十方世界是怎么回事 就出示了一份记帖 及佛经中的诵词 那记帖上写道 百尺干头不动人 虽然得入位为真 百尺干头需进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 意思是说 百尺干头仍需更进一步 十方世界才是登峰造极 后来人们就用百尺干头来比喻 不应满足已有的成绩 应继续努力 成语 百川归海 出处 淮南子四论训 百川一元而皆归于海 事宜 川及江河 百川归海 所有的江河最后都流人大海 比喻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 汉武帝的一位书父 刘安峰淮南王 招纳宾客和从事天文 医学 立算 占卜的人数签名 编了一部几十万字的书 叫准男子 淮南子中有一篇论讯 里面讲到 我们的祖先原是 住在水边和山洞里 衣着十分简朴 生活十分艰苦 后来出了圣人 带领大家建造房屋公事 使老百姓有了躲风雨 碧寒暑的地方 圣人还叫老百姓造农具 兵刃 发展生产 禽沙猛兽 以后 还原治理作乐 定出各种规章制度 文章认为 社会是发展的 所以对于古时的制度 凡事不适用的就应废除 对于现在的事 合适的就要发扬 这一切都说明 百川一元 而皆归于海 就像是所有的江河 最后都要流入大海一样 个人的工作不同 但也都是为了求得 更好的治理社会 过更好的生活 成语 百文不如一见 出处 汉书照冲国传 冲国曰 百文不如一见 兵难数度 陈苑池至金城 图上方略 示意 听到一百次 不如亲眼看到一次 只多文不如亲见的可靠 右座耳文不如目见 数 遥远 数度 在远处猜测 西汉宣帝时期 羌人进入边界 攻夺城池 杀死守力 宣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问谁能领兵去抵御 76岁的老将赵冲国 曾在边界和羌人周旋过几十年 他自告奋勇担当此任 宣帝问他要带多少兵去 赵冲国说 百文不如一见 用兵是很难在老远的地方算计好的 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 定下攻守方略 画好地图 再行上奏 宣帝同意他的做法 赵冲国带领人马渡过汹涌澎湃的黄河 碰上了枪人的小谷部队 一阵厮杀 俘虏了不少枪人 军士们正准备追击 赵冲国拦住道 我军长途到此 不可远追 如果遭到伏兵的袭击 整个奸敌任务很难完成 这小力不能贪呀 军士们听了 都很佩服老将军的见识 赵冲国侦查了帝氏和敌情 又从俘虏口中得知 枪人各部首领之间的关系情况 然后定出了勒兵囤首 对枪人分化与各个击破的策略 奏之宣帝 这样 很快就平定了枪人的骚扰 赵冲国不信道听途说 亲临实地调查的作风 背后是人视为行动的准则 成语 搬经道故 出处 左传相公二十六年 无举奔正将遂奔进 生子将如尽 欲之于正交 搬经相遇时 而言复故 事意 搬 铺开 经 一种灌木 枝条揉刃 故 是 搬经道故 坐在铺开的经条上 贡商回国的事情 后子朋友重逢 共化旧情 春秋时代 楚国的午餐和蔡国的子朝 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的儿子吴举和生子 也从小相识 两代世交 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吴举长大以后 娶了王子谋的女儿做妻子 楚康王十三年 及公元前五四七年 王子谋因犯法获罪 逃亡国外 有人到令淫子牧那里去重商 吴举说 王子谋逃跑 是吴举送他走的 子牧信以为真就下令逮捕吴举 吴举得到消息 来不及同家人告别 就匆匆忙忙地支身逃到郑国 由于郑国一向臣服于楚国 地理上又跟楚国靠得很近 吴举感到不太安全 决定继续北走 出奔到晋国去 一天拂晓 吴举很早起身 被其简单的行装出发了 当他走到郑国都城新郑郊外的时候 呼听背后有人叫他 回头一看 不禁又惊又喜 原来叫他的人是生子 这两位从小相亲而又多年不见的好朋友 竟会在异国的土地上意外相逢 感到十分高兴 于是 他们就折下路边的经条铺在地上 相对而坐 同时拿出干粮来边吃边谈 吴举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告诉给生子听 他一面讲 一面流着眼泪说 岳父的事情我并不了解 我完全是无辜的 今天被迫离开楚国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返家园 生子听了 对好友的遭遇非常同情 就安慰他说 兄长 你走吧 这次我也要到禁国去 正好和你同行 你先暂时在禁国住下来 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你重新回到楚国 当时 禁 楚两国为了争夺中原地区的霸权 经常发生战争 在吴举出奔禁国后不久 宋大夫向悟联络了齐 秦 郑 鲁 陈 蔡等诸侯 准备出面围禁 楚两国调停 生子被派到禁国去联系 诸侯会盟的事 生子在禁国办完事后 就高兴地去看望吴举 对他说 兄长 回国的时机快要到了 你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 吴举紧紧握着生子的双手 感激地说不出话来 两行热泪不禁夺矿而出 生子告别吴举后来到楚国 令寅子慕问他 禁国的大夫中人才多不多 生子说 多得很 各个才华出众 楚国是根本比不上的 子慕问 他们是怎么物色到的 生子说 用不着物色 这些人都是从楚国跑过去的 子慕奇怪地问道 楚国的人怎么肯为禁国所拥呢 生子说 楚国用刑太烂 有才能的贤人经常无辜得罪 所以他们都逃亡到禁国去 生子接着说 现在楚国的贤大夫吴举又被迫出走了 他的岳父王子谋犯了法 本来同他毫不相干 可是有人靖恒家诬陷 吴举无法申辩 只好逃亡到禁国去 如果他假手禁国来报私仇 楚国就休想太平了 子慕听罢 心里十分惊慌 马上去请楚康王赦免吴举 并宣布增加他的绝路 派人到禁国去接他回来 吴举终于在生子的帮助下 重新回到了楚国 成语 班门弄府 出处 唐柳宗园王氏伯仲畅贺诗叙 操辅于班 影之门 思强掩耳 宋欧阳修与梅胜于书 佐在珍定 有诗期 八首 金路去 班门弄府 可笑可笑 事意 班 鲁班 古代的巧匠 影 影人 楚国影都的巧匠 班门弄府 在鲁班门前五弄府头 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 春秋战国之际 有个著名的巧匠 传说姓公书名班 因为他出生在鲁国 班和班同音 所以称为鲁班 鲁班后来到了楚国 就长期住下 当时楚国和越国时常发生战争 楚国往往被越国打败 为了 改变这种战败的局面 鲁班就替楚国发明了一种名叫勾具的武器 他在敌人的船之后退时可以把它勾住 进攻时可以把它挡住 另外 他又制造了一种工程用的云梯 鲁班不仅发明了许多武器 环创造了爆 钻等木做工具 修建过不少桥梁和宫殿 因此后来的建筑工匠都把它尊为祖师 巧匠鲁班的名声 代代相传 到了明朝 有个文人梅之患 到采石机游览 沿江走去 见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前被人提满了诗句 却没有一句高明的 于是他也写了一首诗 彩石江编一堆土 李白之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 鲁班门前弄大府 成语 傍人门户 出处 宋苏氏东坡至林卷十二 陶府仰氏爱人而骂约 辱河等草芥 折居我上 爱人府而应约 如以半截人土 由争高下乎 陶府怒 往复纷然不已 门神解之约 无辈不孝 方傍人门户 何侠争嫌弃也 示意 依靠在别人的大门上 比喻依赖别人 不能自立 苏东坡是我国宋朝的一位著名文学家 他在《东坡至林》这本书中讲了一个很有趣的预言 讽刺当时那些争名为而缺乏自知之名的人 预言说 有一天 陶府和在他上方的爱人争辩起来 古时风俗 过年时用陶木板写神明悬挂门上 以为能压写 一年一换 叫陶府 也用艾草扎成人形 端午节挂在门上 以驱除毒气 陶府仰起头气愤地看了爱人一眼 骂道 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小草啊 居然敢住在我的上头 爱人听了 很不服气地弯下身子来看看陶府 他知道陶府每年一换 现已过端午节 寿命已经不长了 就挖苦他说 你已经接近死亡 半截身子入土了 还要争什么高低呢 陶府一听 更是怒气冲天 大骂爱人 爱人也不买账 狠狠地回敬他 双方争吵不休 这时 在他们旁边的门神 实在听不下去 就出来调解 他冷冷地说道 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什么用场 全是依在别人的大门上 才有立足之地 还有什么功夫争嫌弃呢 这一说 陶府和爱人都不吭声了 成语 暴残首缺 出处 汉书 留心传 由玉宝残首缺 邪孔剑破之思义 而无从善服义之攻心 示意 宝 金座报 守住不放松 报残首缺 意为守住陈旧 残破的东西 不肯放弃 限多比喻思想保守 不肯接受新事物 留心自子郡 西汉时著名学者 留相的儿子 年少时以精通诗书 和善于写文章 为汉成帝照用 拜为黄门郎 寺后与父亲 共同掌管教刊 和整理典籍 广泛研究各种学问 汉埃帝几位 刘欣继承副业 总教群书 在教刊工作中 他阅读了许多密藏的古籍 发现了一本古文 春秋左世传 大为爱好 当时丞相石隐成 与刘欣一起教刊经级 对左传很有研究 刘欣跟随隐成 和丞相翟方进 学习了左传 并经过自己刻苦钻研 精通了左传的意理 左传多古语古字 一般学者只是用作训古而已 刘欣研究的方法不同 他用左传解释春秋经文 把章句意理产发的比较明白 因此他建议为左传等古籍建立学官 汉埃帝知道后 就教刘欣与五经博士讲论 左传等一批古书的意理 朱博士不同意 为左传等建立学官 都不肯讨论研究这件事 刘欣对朱博士 不肯参加讨论的态度很气愤 给管博士的太长 发了一封公文 论述了历代以来 由于政府实行禁止 私家藏书的法律 致使学术宾于灭绝 国家有大事要举行典礼 也往往暗昧不知其所以然 危害实在不小 在公文中 刘欣指出了朱博士 抱残首缺的原因 这些博士因漏就寡 没有真正的学问 怀着害怕别人 识破他们的私意 没有服从真理的公心 所以宁愿因寻守旧 而不肯探求新的学问 由于他言辞痛切 引起博士们的怨恨 刘欣因此遭到重如诽谤 得罪了执政大臣 不得不请求ID放他去做地方官 以免被害 广经约不得不得不不敬恨 广经约不得不得不不不敬恨 解释权的谈论